Hello 大家好 我是花花姐姐 是不是老段时间没有见到我了 我都想你们了 这段期间呢 将近半个月吧 我啥也没看 就是在家写写论文呢 也就是写写论文吧 就是懒了 然后我觉得我不应该这样 我应该对得起支持我的粉丝 所以今天我又来了 然后大家看我拿来把剪刀 是要干什么吗 是有剪头吗? No 然后大家看一下 今天早上在我家楼下早事 买了一个榴莲 花了一百块钱 然后跟大家一起见证一下 这个榴莲到底值不值一百块钱 我徒手给大家办个榴莲 OK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徒手白榴莲 这边是一块 我怎么轮不到榴莲的味道就臭了 我觉得都响了 但我剪开它就裂开了 这么容易吗 这个榴莲已经熟透了的榴莲 这一块还是不长大 这一块大 可以看到这块 这块肉还是不长大 哎呦 哎呦 这榴莲的出入力还OK 我觉得不错 看看 把这都掰开吧 这个榴莲熟透了 完全熟透了 我先把这些肉都装在盘子里 一两块 两块 哎呦 哎真不错啊应该 哎真的很合适 我觉得这一块里面 但我不知道它是什么牌子的里面 哇 这个出入力无敌了 哇 这么沉 大家看到这就是整个榴莲的出入率 这榴莲还不是很大 然后出入就这么多 我觉得我赚了 大家觉得没有 你看这么一大块 我先尝一尝 看味道怎么样 嗯 那个很大的 嗯 嗯 太甜了 嗯 嗯 嗯 我什么时候能实现榴莲自容 嗯 嗯 就说一块榴莲的 热量相当于 七瓶可乐的热量 好吃 嗯 好吃 真的是手痛啊 但是我不知道那是什么盘里面 嗯 嗯 古代河湯明天还能不能买 如果拿的话我看看买一个 买完故家冻了也行啊 香 我先吃一块吧 吃太多其实就有点腻了 我一会儿去把它冻冰箱里 然后等我小妹儿和我妈回来 等他们一起吃 OK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大家觉得我这个留言买的合适吗 拜拜明天见